一歲的寶寶呢 我們會這樣子帶 我們會請牠呢 媽媽按一個什麼聲音 你可不可以也一起來 按這樣的一個聲音呢 我們重視的是 這個一歲寶寶的這些觸覺 重視的是一歲寶寶的動作模仿 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兩歲呢 其實呢 我們就會希望說 多一點點挑戰任務 告訴牠說 請問吹風機配配藏在哪裡 你能找出來嗎 我們可以開始考牠 讓牠去完成任務 那如果你的孩子是三歲呢 可以用問問題的方式 跟牠去玩這一本 有聲有細書 告訴牠說 我現在好想要用蓮蓬頭 沖沖頭 然後再用吹風機配配 把它吹乾喔 你能不能幫我按 蓮蓬頭跟吹風機配配呢 這樣子就帶到 孩子的互動 專注力 而且是有學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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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習意義的 好想要蓬頭跟著 想要蓬頭跟著 要蓬頭跟著 收藏意義的 我現在有學習意義的